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李昂CG aka MCG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小時候大學的時候 台中的同學說我的台語腔很奇怪 我就說我是宜蘭腔跟我媽學的 然後旁邊宜蘭的同學就會罵我 我說你少在那邊 你才不是我們這邊的咧 你的怪腔怪掉 好 對不起 那我抱歉 好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這個景 很有那個 那種專業直播叫賣的景味的感覺 我跟你講那其實很難喔 我覺得那真的蠻難的 那今天是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特別say在這個 第一次 第一次出現 第一次啊 第一次出現 初登場的景味 因為黑松58金高千日純 來找我們合作 然後他們提的一個概念是 我很少數直接接受 廠商的建議 因為通常都是我自己決定要拍什麼 我都沒有在理 但他說 他想請我試著去賣賣看 模擬賣這支酒的情況 他們順便也可以讓他們銷售的人 參考一下說 是不是有更好的運作方式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體驗 對著鏡頭的各位 你們 來賣 今天我們要賣的酒 然後你們兩位也是 你們兩位就是我們現場的那個客戶 客戶 現場客戶 現場客戶 不一定要當作這是直播 也可以當作這個是電視購物 也可以當作 我現在就在你面前買 那怎麼樣你覺得 你們兩個願意買 好不好 這比較 這個評斷依據比較簡單 這感覺是很像在算命耶 你說我現在幾個 對啊 算命老師 恰此一算 變胖了我 算得真準了老師 太準了我這個必中了 我跟你講 好 現在我們今天兩隻主角進來 就是我們的黑松金高58千日醇 這東西其實之前有登場過 在我們的那個錘子禮盒裡面 那他們今年特別把它拉成單瓶出來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負責來賣這兩隻酒 給各位 好不好 所以它是全新的商品嗎 全新的全新的 之前沒有這個產線 應該是今年才開始出的吧 那我覺得其實蠻吸引人 而且很漂亮 而且它是 是勞就是成年酒 它就是成年酒 那我們開始囉 可以嗎 你那開始賣了嗎 我開始賣 我其實也害羞了 我其實覺得做直播販賣是很困難的 一件事情 事業有專攻啊 沒錯 來 OK 來大家好 我是戀恩西駿的KMC駿 今天喔 我要賣什麼 我要賣這個酒 什麼酒呢 喔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我講台語反而會限制了我的 你還是講國語好了 對 因為我覺得我講台語後 我剛剛整個腦袋是處於一個 卡住的狀態 好不好 那我會中文 好我們現在就要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商品 千日醇 一個是2016 一個是2015 那什麼叫做千日醇呢 凡瓶裝過後 存放超過 9,460萬 08,000秒的 就叫做千日醇 那是多久啊 三年啊 就是三年 沒有我在想說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業務在賣酒的時候 我如果像剛剛那樣 用不一樣的秒數單位 會不會拉近跟顧客的距離 我一定會看他說我在工廁 其實就是三年了 三年 很超過 放超過三年以上的 就叫做千日醇 好不好 因為千日醇是放三年以上的酒啊 所以其實口感已經屬 陳酒的入門 他比較像是 18歲 滿18歲 小孩變大了 還沒有真的到說 可能說 76年 民國76年啊 那一種 老啊 但是 你做你自己嗎 我 我就是老啊 但是他是 剛滿18歲 所以也是轉成年了 所以 對我來講啦 買這支酒有一個很大的含義 對你自己 如果你今天你是學生的話 買這支對自己來講是 送你自己一個 成年禮 這講法不錯對不對 這我覺得滿好的 因為這個之前我都講過 如果你新舊酒 以前我們大家認為高粱這個東西就是 都是可能說市售啊 或者是 嘉節酒啊 那老酒都是那種黑金龍 我覺得 老到我可能也買不到 或是也買不起 那現在出現的這種 牽制唇的狀況下 我覺得就是可以讓 像我這種喜歡高粱的人 如果在大學看到他的話 我可能就會說 你值得一支 成年禮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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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用成年來當作 就有點 成年成久 有點雙關的感覺 雙關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概念滿好 那很多顧客問說 什麼時候要買 這支酒 我就幫你們做幾個情境 那但這時候我口也有點渴 所以 我就打開來請各位試喝一下 用眼睛 我用這個看 所以我去酒專買酒 然後這個 小酒直接喝起來 直接這樣 先試喝看 可是如果我去酒專買酒啊 如果這個酒專的人 先喝給我看 我也許會買 對 是不是很有說服力 他自己都會喝的話 我覺得好像不買有點奇怪 好我們就先從 2015年的 好一點的 先喝 好 我覺得購買場景 正常人來說 會有三個 第一個叫做 毒飲 你自己喝 自己喝就是 不慌不忙不辣 享受自己在陽台的過程 你吃的這一杯 更好的高利 你是不是現在完全不知道怎麼吐我潮的 我剛才想像你在陽台 然後講這個話對不對 中逼啊 然後我同學他經過 他會想說 幹 神經病 但 先說就是好喝 好 那第二個場景呢 就是共演 找值得 一起乾杯 相敬的人 一起喝 那對我來講 像我這個酒專業務呢 你們兩位 就是我認為值得一起乾杯的人 哇 這個我會買 然後整個超大杯喝完醉 馬哥倫罐醉 逼他買 結果上次喝完醉的年份印象就很深 他如果這次單賣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應該願意買 那台灣的酒呢 還是一定要單賣的 對不起 我就有點反省一下我自己 我怎麼可以這麼像 懸疑呢 不行 不行 不可以 你如果不想毒飲 也不想共飲 你還有一個條件可以買這支酒 你可以買來送禮 其實醉呢 就是所謂的成年酒 你再放 他就是再醉 放越久 是越有可能爭執 那我覺得這以送禮來說呢 第一 如果你有外國客戶來台灣 他們問你說 我要買什麼東西 當伴手禮 那你就可以跟他講 台灣的酒很有名 金門高粱 就是一個足以代表台灣 說實話是真的 我如果要送外國的酒 我真的是送高粱 而且 每一年份的高粱 有時候對於一些外國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 太刺 切絲純 其實你們剛剛喝完嘛 就是基本上很好入口 那這支是15年 1516 當時我記得我四槌年份的時候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那只不過是存放了三年 那你等一下售價 我晚一點再告訴你 你先聽我講完這番話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給你白購 好不好 你都請我喝酒了 我當然要聽一下 當然 我跟你講 對啦 所以關鍵詞是請你喝酒 有差耶 成本是 913 來 多喝一點 多喝一點 來 多喝一點 多喝一點 然後到最後你買什麼 我買三隻黑金樓 七六年 給我推錯東西 推錯東西 千日唇其實還是有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slogan 千日過後 沉香榨鮮 年份過後 無法再鮮 我覺得你可以把後面兩幅畫 那個 你不是說兩幅 提字 提字 提升那個 我現在是這樣 真的是高粱子 要賣高粱子 對 隨著時間的推移 酒藝裡面的微量元素 慢慢喚醒 五八斤高的 澄香以及唇味 而千日 是個恰好的時刻 時間與此 協調的酸脂 唇全千日過後 澄香榨鮮 風味更顯圓潤 就像三年後的我的臉一樣 只有圓潤 我覺得你最後的 又改的蠻屌的 怎麼樣 只有圓潤 HURI STYLE HURI STYLE HURI STYLE 沒有啊 講個認真的 就是 五八斤高是因為 它採用了 純粱固態釀造 還有高酒精濃度的飲品 所以 它就算裝瓶過後 它還是一樣會 繼續在你的瓶中存化 你知道嗎 所以它是像我剛剛講的 可以放 因為 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高粱都要放了 四萬三千八百個小時以後 它才會成為成酒 你知道嗎 你說 三年嗎 不是 是五年啊 你以為我會用兩次梗嗎 白痴 瑪爾貝你這個客人 看餐 我還賣什麼酒啊 高皮啊 你要笑我可能懂 不不不 OK 三馬 你們都是我的神 好啦 好啦 這就是他們剛剛的那個 屏上的slogan 我其實覺得 蠻中俄 好 那我覺得外觀跟slogan 我們講完以後 我們再來就是 會邀請客戶 一同來 真正的品嘗 我們的 千日醇 所以你兩位喝完了嗎 我再倒一杯給你們吧 好不好 當然好 我今天倒酒給你們 如果你們沒有買 我覺得 沒關係啦 交個朋友 交個朋友 好啦 交個朋友可不可以啦 我以後要跑出去 再來一杯 多喝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有一天 不小心開了一間酒酸 然後裡面每天都是你自己在裡面喝醉 然後忙就倒了 不會 我覺得反而會有人進來 因為他確定這個酒真的好 我才會每天好 但是不衝突嘛對不對 他會很多人進來 但你還喝醉 請客戶嗎 哦 沒有 那時候就是批了會在櫃檯 然後我在旁邊 抱著那個酒 最好是批了在門口 還放那個最佳顏值 最佳 自賠啊 我先說明 然後你們試著闢上眼睛 品嘗看看是否有這樣子 老金酒的成醬香味在初聞的時候 得非尾韻或空杯才可以雜酒 是初聞就有了 而且有一點淡淡的甘草香味十分特別 淡淡甘草香蠻有的 有沒有對不對 而且醬香也有對不對 有 醬香很糟 因為一般我們都說在尾韻啊 或是在杯子上才會出現 其實沒有 其實是純的 前面都會 喝一口 不要看著杯子 通常我們在感受這個酒的時候 先看遠方或比前景 就會感覺比較給白一點 就這樣 你會割嗎 對 好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要用正確的方式 來喝一口 口感雄厚嗎 有沒有雄厚的感覺 不刺激對不對 我覺得還好耶 跟正常高粱比它是絕對不刺激的 一定 然後它的 整個口感是飽滿 很飽滿 然後酸甜 適中 好再喝一口 整體來說 它在你的口腔內 與你的舌尖 舌根 水乳交惹 可以耶 好再喝一點 我確認你們感受不夠深 通常就覺得客戶感受不夠三次 都會冷多一點 來來來 反正我們今天只拍一支 來都會冷 感受一下 欸這真的只有 這種千日醇才有辦法這樣喝 說實話 千日醇真的好喝 大家也知道其實就是 不是附我錢 我們覺得真的好喝 來 我們再喝一口體驗一下 它的尾韻部分 有沒有覺得千日醇 已經開始具備有一些 老金糕的雛形 它的回甘味道非常的 響 可以感受到那個甜味 還是它醬味會比較重 開始出現那種 層高的那種醬味 因為正常來講 我們在喝一般的 正常版本的金糕 沒有不好喝 也是我喜歡的 那千日醇對我來講 會像是另外一項產品 雖然說它是放三連鍋 因為一般的金糕的刺激感是 我可能夏天啊 加 套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想要它在尾巴 或者是冬天 我唇喝它的時候 我也希望它在尾巴 可是如果喝千日醇的狀況下 我會覺得 甘草 回甘的 甜香味 就是讓我覺得 我花這一些些錢 就可以有老金糕的出現 何樂不為 厲害 好 目前你們覺得 這支商品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還沒有用殺手鍵 還沒有用殺手鍵對不對 其實主要是因為 如果平常喜歡喝高粱的話 都要買很多支放著 放到三五年之後再開始喝 因為其實我們都對於 金糕的味道算比較熟悉 但如果我可以直接買這個的話 會省掉那麼麻煩 就是你不用自己在存化 你不用再放 不用再放 好 所以你看 像我剛剛是一種Dry Air的 不是Dry Air 像我剛剛這種喇叭嘴的業務 真正的酒專是比我專業的太多了 好不好 你們都已經願意賣 殺手鍵要出來 挺好的 58金糕的新酒 一支400塊 600Mod 所以 2016年的 58金糕 千日醇 售價 470學的 給我一打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太平了吧 470耶 600Mod 可是 實際上還是要依照各通路 我這邊拿到的應該是定價 這是16年 15年的 58金糕 千日醇 500 600Mod 把整間店買下來 我說實話 我自己在 看廠商提供給我這個東西之後 我是欣賞 喂 玩 喂 玩 玩 這東西 470塊 我如果知道的話 我就買5支回日本 跟你的朋友喝嗎 嗯 這支 這支這個售價 我自己覺得競爭力算 非常強 而且 他就呼應到真直說這些事情 新酒58金糕400塊 然後你放3年變500塊 照他們來講是說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他們只是把 放3年的高粱 變成這個版本 那其實對於 你買高粱放3年 嚴格來講會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可以省空間也不用等 對啊 就等於說我們花了100塊 直接買到我想喝的東西 而且有時候會 就幾支放在那邊 想要放3年 還沒到3年就喝完 目前我的困擾是這樣子 很爽 我只能說很爽 因為我後來 本來我在想說 怎麼會便宜那麼多 我後來有觀察到 是因為 這個版本是600Mod 我其實覺得600Mod的 金糕對我來講是更好的 一般我們買到普版750Mod 往外帶的時候 其實評審有點粗 然後震力有點重 雖然說多半的酒都是750Mod 可是你看像我們 之前我買到其他酒的小版本 其實我往外帶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大家沒辦法喝那麼多 我反而會 會看看有沒有450Mod 500Mod 600Mod 這個包裝 那成年酒 然後600Mod 對我來講是很棒 尤其吃熱潮 一直帶去 剛好 而且它又降味又夠 配啤酒 哇 要炸掉 炸掉 整個炸掉 整個炸掉 所以我價錢看到最後一獎 所以我覺得它價錢真的是有點 殺手劍 有點太強了 下集劍 真的不錯 我覺得出這條新的產品線是非常聰明 因為 之前的那個錘子禮盒 聽說啦 我沒有使用 聽說 我們影片上來一瞬間就賣完 你現在這個姿勢啊 配這個畫面啊 配你剛剛講的話 真的很囂張 哈啦 沒有沒有沒有 但其實不能完全歸公園 我們只是一個平台讓大家看見 因為我覺得那個產品就是本質非常非常的好 它沒賣光對我來講才奇怪 那因為 那個東西很快賣完以後 很多人都問我說哪一賣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在賣 然後後來 他們寄了我一個就是完整版的 正常大小版的一箱 那放在IG的時候 對對對 我覺得我靠那個產品真是 哇 哇 天才啊 天才啊 然後直到這一次又出了這個 因為 如果他們沒有招衛配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那之後 像我自己是喜歡喝千日醇的話 我可能沒事動不動就會去買 那也是各大通路都有 預計四月中會販售 2015跟2016年的千日醇 大家可以去各個通路找 那我們這邊也強調 就實際售價是以通路為單位 我們講的應該是定價的部分 好不好 怎麼樣 兩位這個 買給一箱沒問題吧 一箱會不會太少 欸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 按讚 請我們 Facebook 按追蹤 請我們YouTube 按訂閱 看下一個頻道 如果有任何吃的喝的 宮姐來 歡迎來信來訓跟我說 下集見